台11红木版志向升级款 大家光从眼睛上看 能找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怎么样 光从外观上是不是并没有找到任何的变化 毕竟只是一个升级款 也没必要大刀阔斧的变动 而且我觉得阿威台111 这台车它的一个外观还是挺能打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种科幻电影里面的车 虽然造型各异 甚至看上去有些天马行空的感觉 但你会发现它们都是那种比较简约和圆滞的设计 这台车其实就有点那个感觉 但是它的科幻色彩并没有那么强 跟我们现在对车的理解还是比较接近的 一是很多电影里的车的设计 它只是为了一个噱头并不实用 二是怕那种科幻色彩的沃尔太冲了 很多人接受不了 说老板天 还是赶紧说下的车到底升级了什么 别急嘛 我正准备说吗 首先是构车权益上的升级 阿威台11红蒙版升级款 目前定价30万元左右 那除了低吸置换送质宝等等这些常规操作外 这一次新车还给到一个二选一的权益 那注意这两个权益是不能同响的 一个是2.6万元的高阶自驾包限时终身响 另一个则是定金5倍膨胀 可以在原车价的基础上减2万元 虽然说这两个权益只能够二选一 但我觉得对于想要入手这台车的人来说 它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那还有一个升级点体验在它的舒适性上 这个咱们上车来聊 哇塞进来之后还是熟悉的味儿 浓浓的科技感 像是鸿蒙座舱 它的实力大家肯定是有所耳闻了 RM的设计功底加上华为的鸿蒙生态系统 整个操作体验和功能性都很出色 舒适性的另一个体验 其实体验在它的座椅上 比如这个拉帕真皮 摸上去柔软细腻 还有一个你们明显感觉到 座椅它的一个洗面踩紧 更贴合人的一个身体的曲线 坐垫的腿部支撑 靠背腰部受力舒缓 背部贴合支撑 座椅柔软度等细节 都进行了一定的优化 再配合上这个相对宽敞的一个空间 其实车内坐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可能你从外观上看 这台车并不是很大 因为它的车长确实还不到4米9 但它实际上却是一台中大型的SUV 轴距是接近了3米的 所以整个空间其实并不差了 当然我觉得看上这台车的人 它的空间肯定是次要的 最关键的是这台车 它作为一个自驾天花板的实力 而这一次它还升级了一个无图自驾 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车 它的自驾都是依赖于一个高精度地图 跟无图自驾它的一个区别 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有图自驾就是按图所记 优点是信价更加的丰富准确 它就像一张寻宝图 不仅给你标记好了宝藏的地点 还能把路上存在的各种陷阱 都给你标出清楚了 那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万一这个地图它更新不及时 对吧 有人在这个路上给你挖了一个新的坑 那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会中招 而无图自驾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它更考验的是随机应变的一个能力 当然没有了标准答案作为参考 它对车辆的能力的要求自然会更高一些 而且这台车搭载的是业内顶尖的华为ADS2.0 自驾系统 硬件上还标配了三颗极光雷达在内的34个自驾传感器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对于这台车来说呢 问题应该是不大 毕竟它已经是自驾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了 如果连这台车都做不到的话 我觉得那其他家的产品可能就更不可能了 对吧 那其实除了刚刚说的这些升级点啊 现在还有一个升级的地方呢 在于它搭载了华为的动态扭矩分配系统 那有什么作用呢 简单来说就是让它坐起来没那么低 开起来的架空体验更稳 那这个提升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大家去试驾一下 可能感觉会更加的明显 那以上这些就是这一次新车的一个四大升级点了 这一次阿维塔11鸿蒙版志祥升级款 有没有出动各位的需求呢 这次阿维塔11鸿蒙版志祥iness 福利亚 阿维塔11鸿蒙版志祥